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崔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带您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上个礼拜我们聊到澳洲的香港跟大陆学生发生了冲突 我们拿出了一张照片 这一张 结果呢 错 这不是在澳洲 这地点在香港的街头 那为什么我们会发生错误呢 因为当时我们引用的照片来自于平面媒体 当时他们登的就是这张照片 但你点进去里面 它有著名小小的字 说是资料照片 但我们那时候节目就直接把它截图 就在节目当中播出了 结果后来呢 我们也立刻做了简介的修正 在此先跟大家致歉做个更正 那这个礼拜我们的新闻重点包括了 香港此时此刻真的是风声鹤唳 831大游行爆发全面的冲突 很多人认为是到了临界点 而混乱之际 美国的军方动作频频 包括了在台海 在南海都有行动 另外南美洲的Amazon大火 居然也扯上了美中贸易战吗 都把错要归给中国大陆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的三位来宾 包括了政治大学国关中心 没有所的研究员 严正胜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国安反抗特营专家李天夺 永浩大家好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节目的录影时间在礼拜六的下午两点多 所以在香港的情势发展会 不断有新的很多状况出现 所以到了晚上节目正式播出的时候呢 中间可能会有些资讯上面的一些 新的出现 请大家特别留意 不过我们就我们节目这个时间 录影的截止点 跟大家来做很多相关的事情的剖析 为什么在开头的时候刚刚讲到 现在是香港的爆发到了临界点的状况 因为831这个日子很特别 等一下我们好好来做叙述 但是在831之前发生了许多事情 像是在昨天的深夜 香港的警察下了班 下了班之后在路上 被三个黑衣人砍到伤及见骨 这个事情很多人说 会引爆更多港警的集体情绪 另外还有对于今天下午 本来要举行的831大游行 后来民政方面呢 所以因为没有得到警方的正式的许可 所以民政方面是取消了游行 但很多民众依旧是在用网路的社群集结之后 依旧是上了街头 下午的发展包括了用宗教祈福的方式 他们在街上做了集会 警方同样是举牌说这是违法 而且很多人在网路上面看到这样一篇报道 这篇留言说 这是一个香港反送中前线队伍的一个成员 他用死见这两个字代表说他誓死如归 特别写到几段字 我不知道会不会看到后天的太阳 但他知道至少有很多人关心香港 这是可能他最后一次的流化在网路上面了 因为包括了他知道的几个小队都准备了 要冲击中联办的办公室 而且做了汽油弹 而他说如果汽油弹真的丢出去的话 那势必会遭到实弹射击的镇压 到时候会发生屠杀的场面 这是在网路上出现的死见 所以有人说香港抗争 831这一天非常的重要 那我就先请到三位来宾 先举个全叉牌 因为事态还在不断的演进当中 但就我们目前所有的资讯 你认为在未来一两天 香港会不会出大事 为什么 三位完全在事前不知道会取这样的牌 都认为不会 老师我们每个来宾都解暖说一下 你认为不会的原因好不好 我认为当然就是说 香港现在的状况都是零星的在 就是等于是遍地开花的一个情况 所以既然没有一个coordinated effort 就是没有在全面的来动的话 大概就是警方回应也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不至于说好像已经出面 要回应一个大规模全面性 所以你认为冲突都是零星的散状 我以为你认为呢 我觉得因为所有的讯息事先都知道嘛 所以该有的准备应该都准备了 最危险的是不知道的讯息才危险 对没有 已经曝光了认为就还ok 而且我觉得因为对比较激进的团体 我觉得大概都已经做了监控 天罗哥你认为会 不会不会的原因 基本上这一周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事情 因为 从他所有的动作来看 从断军流到 甚至于解放军 轮替这种事情都公开 宣示的状况下 那 我也听讲了 他不仅公安部长连 国安部长都在深蹲作成 好 这一部分等一下进一步再来给你救教 但是因为现在香港此时 为什么会说风声鹤唳 除了像这样死见准备的汽油弹 要去攻击中联办的 讯息呢 不断的流窜之外 在网络上面也有很多的讯息是 不断加深的撕裂 香港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对立 包括什么给大家看一下 我要特别下强调 就是这都是网络上面抓下来的资讯 而这些资讯呢 在网络上流窜都引发了非常多人的 不管是回想也好 或者是讨论的热度也好 我们好比说来看这一张 他说我们是一群善良的香港市民 而我们是在民的地方 但是暴乱分子可以隐藏身份 借用各种技术的优势 然后来欺凌善良的市民 他们决定要以眼还眼 这一篇文章特别讲说 他们手上握有数千名 前线参与暴乱的人士的 真实的姓名照片 住址工作地点等等 他们要揭露 揭露就是让大家看着办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地方 当然他们对于这些黑衣人 是用暴乱的方 暴乱分子的方式来指称 但相对的 也有人认为这些是争取 民主的自由斗士 另外一方没有相反立场的人 把港警 他们的住家姓名弟子 跟孩子念书的学校 也都公布 也同样是大家看着办 然后等于是鼓吹让民众自己去 把这些人相关的工作地址 全部都曝光之后 你们就敢去对杠吧 惟玉你看现在香港的社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跟港警 是相关的一些人 因为港警有一些家庭的 相关人物被曝光嘛 那在网路上结果他们小朋友在学校被霸凌 我觉得他们当然心里有气 因为事实上那些设备 这我们天头哥比较知道 比如说你即使是弄上黑色的蒙面 那警方还是有设备可以看穿你的脸 所以他们手上应该有一些资讯 是 那事实上我们也在网路上看到一些被曝光的脸 那事实上他是戴着蒙面口罩 可是他还是看到你的脸 我想问题的重点就是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了所有的社会上面的运动 是针对不管是政府或者是一个议题 但香港这次演到目前演绎到目前的一个状况是 变成执法的单位的港警跟一般民众的之间的对立了 去公布互相的一些各自的状况 所以 我们知道民进党也是街头运动出来的 运动什么不一样 本来那个自然单位就一定会有一些线索 那不然他怎么破案呢 对不对 所以 比如说他破了一个案 可能他手上有五条线索 那变成说他手上掌握了那些上街的人 可是那个人不一定有直接违法 可是他现在就是说 我就把这个上街的人我们知道哪一些比较积极的啦 我就直接给他曝光 那直接曝光当然也会造成他生活的不便 因为有一些人 我看到很多就是白天就是正常上班族啦 那晚上就 每个礼拜都固定参加示威这种人很多啊 那如果你被曝光之后 那可能就会造成你在上班啊或者家里的一些困扰啊 我觉得现在就有点这个有人叫做暗网 暗网 就是 以牙还牙啦 你这样来搞我 那我以后也用暗网监控 我刚刚问题概念就是说 台湾即便蓝绿之间有罪例 从未发生 但蓝绿不会去公布人家家里面 从未发生 眷属子女的学校 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我们顶多只是针对说真的有一个警察打人 那就针对那个人 那个人 或那个警察机构 对不对 现在变成是完全就是 变成全面 全面的族群的 让他摊在下面 这个撕裂太严重了 而且人跟人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极点 这就是重点 不信任到了极点 我要特别问一下 田斗哥今天邀请你来就是 国安情治人员的角度的观察点 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你看 上千笔的个资 如果真的外漏 而且包括之前港警的孩子的学校曝光 这是已经发生了吗 他是写数千笔 数千笔 这种事情 一般人做得到吗 还是说 真的是幕后有常见的操控 你怎么看 我这次跟有一些朋友在交谈的时候 他们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香港五十年不变 可是不要搞错 不是不管 所以他整个的一个盘是放在你今天 能不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 当然你说的这些资料外泄 那我这次去特别看到了一点 他们现在有一种AH的技术 AH的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说你戴口罩一样 他把你还原全部出来 所以这些人的资料 你谁上哪里 参加哪一次活动 他全部建立完毕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那就是说你今天 你今天有种 你去上街 你去乱 但是你越过底线 你注意到没有 他自从警政署长换人以后 所有的动作开始 一步一步他告诉你 我这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而且越来越强势 在强势当中 他做区隔 哪一些从断金流开始 哪一些属于哪一个派 哪一个派的 都分别列好 那你认为港警发生被黑衣人砍这件事情 他引爆的效应会是什么 港警 被黑衣人砍 那么晚的时间 怎么会录到这些整个的 当然可能是直接的有那种录像 录像的资料去录到了 公布以后的后果在哪里 所以今天像刚刚那个郭委员讲到 这种的撕裂 这种的对抗已经到了全面的地步 全面的地步 可是当他把少数人列出来的时候就表示他已经在分了 他已经在把你一块一块分开来 分开来对象确定以后 看着办 10月1号以前 所以我们看到830已经有一个收网的逮捕的行动 你认为未来会更多 因为你建党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对 收集资料 830他抓了9个人 有三个是立法会议员 有议员有剩余人士 资料收集完毕以后 我特别注意到这个 28号当天 中国 中国大陆很慎重的宣布 10月1号所有的活动里面 除了阅兵以外 包括像董建华香港的人士的这个表扬 特殊的这些全都出来了 那他就告诉你 10月1号 他不受任何影响 他要办 可是在此之前 所谓的维稳 你给我稳 你给我看看 所以等于香港这样的街头景象最多30天 你的如果按照10月1号往回推的话 往回推的话 应该是9月10号以前 大概要清楚 大概要清楚 他10月1号也有邀请十几个港警 问一下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民阵 他就是 警方没有批核准 他们就 好那我们就 在没有合法的前提之下 为了保障大家安全 他就说取消 但依旧是看到很多香港的民众是 用社群网路自动串联上的街头 你认为接下来港府的行动会如何 就像刚天罗哥讲的会越来越手段明确 或者是更加的 会有暴力升温 我觉得港府大概现在的这个态度 就是说先抓这些头 那这有些这个参与这个行动 他是不怕被抓 因为他可能未来还有一些政治的企图心 所以反而抓了以后他未来如果参加选举 对他有利的 但是有一些一般的民众上班族的话 很可能就是说我虽然支持 但是我的公司并不支持 到时候我不要等下连工作都丢了 我相信现在这个香港政府所要做的 大概就是在分 让一般的民众觉得说 我如果不是要从政的 我出来走了这个抗疫的路 到时候不要影响我工作 那没有问题 但会对我的工作有影响的 那我可能慢慢就 不见得会一定会去参加 或者是参加比较和平的 不会去抗争了 那我相信这些被警方逮捕的 这些他们大概是乐意被逮捕 就是因为乐意 就表示我就是 因为他有其他所求 他累积政治资本嘛 那我相信这个他们并不在乎 所以老师意思就是在 这个民党就要选举了 对 在香港政府的做法就是 也因为这次的集会 尤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具象的 这个中央领导的单位 他之前前期就做了很多分门别类 看哪些人可能是你本来就是要选举的 那你可能就是就直接逮捕你了 那其他可能不同的族群的话 让你知道 接下来如果你继续参与会发生什么的事情 对不对 好那我来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香港重视有两位被抓嘛 那主要是因为9月2号的罢客 因为他主导了一个平台啦 听说已经有8000多人已经登网 去登记了 所以这个有针对特定事情 那香港民主党的陈浩天 这个党是最激进的政党 所以他有针对比较激进的团体做处理 那还有一些个别比如说区议员啊 或者社运个别人啊 那个都是他过去被拍照的 就过去你做了哪个行为 那那个行为已经违法了 所以我现在开始执行 大概都是有个别理由啦 所以我就建国问委员了 8月30号一口气9位 前后的时间9位 香港前方的说法就是因为 前面不管是建制调查 香港要讲就逮捕的程序嘛 所以时间刚刚好 收网 那并不是针对什么特定对象 要举办一个寒蝉效应啊 或者是白色恐怖之类的 但香港民众认为你一次逮这么多人 就叫做恐吓威胁 白色恐怖 那也有人解读说 逮捕这群人是北京下的一个最后通牒 你怎么看的 我觉得也可以解释成林郑就说他要依法照办 比如说这些人他大概都有收一些证嘛 比如说 黄之锋他就说是三项罪名嘛 可是还是交保 那交保允许你去台湾跟美国啦 可是你如果留在香港的话 你每个晚上是宵禁 是宵禁喔 那他就严格执法啦 所以我觉得 现阶段还是属于他落实法制的阶段 就是说我已经都存证了 那我就陆续依法照办 所以比如说有人就会看到说有哪些人是 根据什么样的行为被依法照办嘛 那有一些人就会想说那 可能我以后如果有这种行为可能也会被办 我觉得目前是这个阶段啦 所以本来是两方的说法 香港民众认为这叫白色恐怖 那另外一方说法是北京的最后通牒前面的预兆 但委员您的解释就是 你这两个都是政治解释啦 那你认为是林郑元就是依法照办就对了嘛 不然林郑元然后可以解释说我是政治压力嘛 他当然不能这样讲啊 我现在还有一个说法要请教一下田斗哥 也是跟情资方面有关 现在网络盛传一个消息说 大陆的国家安全部发了机密文件 给各省的国安厅的反间谍部门 这个讨论很热在网络上面 要求广东省的国安厅跟香港政府配合 逮捕几个美国人士或者是台湾人士 把香港抗争的升温主要原因 就归咎台美在幕后有一些操控 这个消息你觉得可信力如何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一家周刊的报道 它里面讲说他接获的是线报 他接获的线报了 可是呢这里面按照他的内容来看 有三个点我必须说明 第一个因为我们以前在外头搜情 主要的也是希望收到中国内部的正确的文件 那你收到文件以后你必须有能力判断你这个文件的真假 所以看过他的原始件也看过那些造假的件 那这里面比较有问题的就是说第一个 他把背景这些的原因全部在里面混杂了 通常中共内部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叫做内参文件 内参文件最主要的都在说明背景 譬如说香港东831这件事情 它的背后可能是谁策划 根据已知的情知谁策划这个 这个东西通常给到有不同等级的人士 来做参考那叫内参消息 但是正式的文件是指示 部门这里面特别注意到一点 反监部门的工作 他绝对不会牵涉到任务执行 叫你反监部门还去做执行任务 还去做策略的打击 反监部门永远是独立存在的 他只有一个任务 我站在外头看 香港事件到底是什么 好我看完了以后我提出我的建议 要用什么方式去执行不是他 所以这里面反监部门的工作 不会牵涉到任何的任务执行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情报工作 如果说国安天下的 那国安部下的 他不会下到全面去了 所以就天罗哥在情知系统了解了 对岸公文一些真正实质的 内容的状况来做一个判读 这样的消息可能并不是正确的解读 对 所以我说 如果把整个情况混在一起 谋略策略行动情报指示 都在一起的时候 我质疑他的正确性 不过因为引起讨论就是 很多时候北京一些做法会把一些 不管是游行抗争升温 归咎是来自于外力的一个 外部势力的一个影响 跟这个报道内容是相符的 外部势力的影响他下指示他不会下到反洁部门 他都是单独下的 处理涉外有专门处理涉外的单位 处理香港人士有香港人士的单位 但是这一次跟有一些朋友 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讲到最糟糕的是 他们认为报喜不报忧 而且情报完全失灵 这是他们这次认为最大的痛感在这里 去年的923的时候 923的时候处理完了 没有进一步的去做规范 做要求 做持续的下去 而让有一些情报报喜不报忧 结果误导了整个大陆中央的判断 反监部门这些活动的文书 怎么样做处理 今天没有请到天主歌 我们一般还真的不知道 回来再刚刚来聊一下 为什么831大游行会如此的敏感 不管是他的时间日期 或者是他们锁定的中联办都敏感 会有什么样的演变 回来继续讨论 原本由民政所发起的831大游行 因为警方没有批准 所以民政方面是取消的 但很多香港的民众是自发性的上了街头 会如何发展跟展开呢 因为除了831之外 紧接着大家看一下 9月1号和你飞2.0机场 要继续上演无限期的示威 9月2号百万大道罢课集会 时间大学的学生串联要罢联罢课 两个礼拜的时间 为什么831的时间敏感 跟大家稍微做个背景的补充 因为在5年前 大陆人大的常委做出了831的决定 也让香港真正普选的愿望落空 后来就演发成像是雨伞运动等等的抗争 这5年的时间 831是一个日期 还有就是本来民政申请 到游行最后的镜头锁定的是 北京驻港的机构中联办 而且刚才网络上也看到 有这个民众死见 说都已经做好了汽油弹 准备要攻击中联办 也因此在此之前 大家会非常重视这个周末 香港的局势的发展 也因为在830 香港的警方发动了逮捕的行动 也让敌对可以说是不断的升温 请教下委员你认为 锁定中联办 网路预告丢汽油弹 基本上 锁定的成绩本来是对抗 林郑月娥的港府 现在直接锁定北京驻港机构 会不会直接把那个成绩拉到对抗北京 因为831这个日期是全国人大嘛 通过有关香港普选的特首的普选方式啦 那就是用1200人来做间接选举嘛 对 那这个当然是针对北京啊 因为香港特首的选举方式是全国人大决定的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北京决定了嘛 所以你选择831 就是针对普选议题嘛 对831 普选议题不是林郑月娥能决定的嘛 比如说什么时候特首要改变选举方式 这次锁定的中联办 如果警方压下来 他们接下来锁定攻击的目标 会回到港府或警局 还是说就锁定中联办 不过其他大概都是针对 比如说你对暴动的定性啊 或者是逃犯条例要不要撤回啊 这些都是林郑可以决定的 所以我是觉得 他本来就有五大诉求嘛 那就第五个诉求就是831啦 简单讲啦 就是该选了 就是那个林郑月娥没有办法决定嘛 是 所以如果接下来的机会再锁定中联办的话 合理性就没有那么高 那我问一下 因为这次为什么说到香港风声鹤离 除了这周末的时间日期敏感之外 还有一个街头景象 让香港人觉得说 是不是真的有大事要发生呢 因为看到解放军的装甲车 运兵车拖车 在香港的很多区域出没 当然大陆方面也做了回应 这是自从回归以来 进驻香港部队的 第22次的轮换行动 是正常的 大家不要做过多的联想 但天罗哥 你是当了一辈子的军人 后来又搞情治 你对于这个部队调动 一定有些敏感度的 这时间日期也敏感 这样的调动是属于正常的 还是说就算正常的调动 在敏感时刻都变不正常 正常中的不正常 怎么说 正常的部队调动 通常是不会曝光的 就像我以前一方 你再讲一次 但是之前21次调动 基本上都不会曝光吗 基本上没有曝光 曝光肯定有它的用意 而且这次曝光 还增加了好几个动作 那所以说正常中的不正常 我们以前到马祖一方 晚上11点钟 整个天黑了以后 部队行进 都是几点钟到哪里 换了车以后 直接晚上走 那部队移房基本上是要保持你的隐秘性 保持你的秘密性跟机动性 然后你才能够去达成任务有正事 那可是这一次呢 公公开开的去移房 而且还露出来 它里面特别我注意到 它特别讲了 第一个在他们集训的期间 已经完成了对香港情势发展的注意 第二个法律的基本性 第三个他们要坚决的维护贯彻党的使命 你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六四 六四之前他的部队在别的地方 整个集训了多久 然后进来以后完全执行任务 没有任何的 可是呢 对香港来讲的话困难性增加 因为香港的背景的复杂 从以前叶剑英时代到江泽民时代的时候 他都没有太大的受控 可是没想到这一次出事出到这么的 这么样的对于中国共产 共产党中国大陆来讲的时候 近乎于失控 那我听到个想问一下 即便是正常调动 但是在这时刻你认为曝光出来 就是有他威吓的想法作用存在 有没有效呢你觉得 我觉得还是有效的 因为他完全过不了 我在看到凤凰卫视这些的时候里面 包括他们的交接 陆军跟陆军的交接车队的行径 到那个指挥官上了以后宣示任务 你以防就以防 以防你宣示任务干什么 你宣示任务就告诉你 所以你认为这样的画面出现 是有他用意的安排 让他的效益也是的确会慢慢发酵 如果在震不住的时候 这样的画面都出现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继续对着中联办来的时候 可能后面的后果自行负责 刚刚柳哥提到一个重点就是 所有训练的成员 包括香港的事法性也必须要了解 法这个事情在香港媒体的追问之下 问了特首林郑月娥 那现在这样的状况 你会不会引用紧急法条例 这个法一问出来之后 林郑月娥的说法就也没有完全排除 所以媒体就进步地解读说 不排除使用这条紧急法 那这紧急法内容大家可以 我们列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根据这条例订定的规定 可以就任何的罪行 规定任何的刑罚包括的制裁 作为这个罪行的惩罚 听起来好像有点文字游戏 但基本上做法就像以前 台湾早期的戒严一样 所有的之前的法令 在这个紧急法之下 都可能变得不是适用了 它可以随时做决定 这个是犯什么法 用什么样的罪 所以你老实来看 这个如同戒严一般 会是港府的最后的杀手锏 还是会引爆革命的引爆点 我觉得过去香港人最骄傲的 就是他们是一个法治社会 假使今天反对宋宗 就是不相信大陆的司法 但是现在问题是 你们还相不相信香港的司法 如果说今天按照这个程序 他推出来 然后他们去执行 过去应该是说 香港政府是一个法治的政府 所以你会相信他的法治 但现在如果他再用这个 就已经被解读成为政治问题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林郑必须要考虑 就是你们过这个长期 从殖民时代 英国以来 大家所相信的法治 到现在已经变成政治化之后 你还能不能用一个法律 来规范这些东西 这个他必须要衡量一下 否则很有可能 就是说因为这样 而让更多的抗争出现 所以这个紧急法一出来之后 可能引发的争议 如果再发酵的话 后果的局面难以收拾 可能是现在无法做预料的 因为我做很多非洲的研究 就看到你可以把那个宪法解释的 都是按照都是合理的 按照什么样子解释都可以 可是当群众不满的时候 对不起你这些法律 已经失去了规范的效用 你依法行事已经没有人在乎了 所以我觉得这事林郑月儿 必须要考虑就是 在你现在声望比较低的时候 大家对甚至对香港的法治 都有疑问的时候 你能不能退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说林郑她没有做回应 但她回应的方式就是 她没有什么改变 她的态度到目前为止 90多天还是蛮硬的 Mainer媒体的追问 她说我们可以去检视 所有的法治能提供的手段 去制裁暴乱 所有的法政府都要检视 所以她不排除紧急法的应用 那对于外界所呼吁 希望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那这一部分去检讨香港的警察 她有没有执法过档 那林郑月儿也是非常的坚持 就是不会成立这样一个 独立调查委员会 因为现在就已经有一个 独立的监警会 那基本上林郑月儿是非常挺港警的 到所有目前为止的做法 我说明一下 那个事实上香港的建制派议员 对是不是要用紧急法律 也有不同意见 我今天就看到田北辰的说法 她说这个是最后一招 你如果用了就收不回来了 举例啊 比如说联登APP的网站 包括FB等等 港府都可以用通讯方式给你切断 是 她连这个都可以做 那你在街上贴海报她也可以禁止 然后你只要晚上出来 她可以颁布宵禁 她可以随时逮捕啦 那如果出来上千人你怎么逮捕 如果有上千人违规你怎么逮捕 而且这法理应用下去 而且你无法执行的时候 你不能 你的执行人会被打一个更大的问号 你要用同一个标准嘛 比如说有人就还是在用通讯方式 用到处给你贴海报 那有些人被抓 有些人没被抓 所以我觉得 连那个香港就是偏建制派的议员 他们都担心说你如果用到这个极致啊 那你可能没有退路啊 而且你的战略目标要非常清楚 你是要停止什么 比如说你要公布紧急法令 你是要停止什么事情 比如说是因为已经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暴动 你要让这个暴动停止 可是现在没有啊 不是说有一个事件摆在那边你要去扑灭嘛 香港目前这种是随时常打游击式的啦 然后主办单位也不清楚啦 随时可能出现啦 那是不是 是不是适合用紧急法律来处理 这个有人打问号啊 如果真的用了会什么样的局面 等一下请教天罗哥 不过我先请委员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就是 你看到林郑月娥 对 你也身为政治人物嘛 政治人物都会有来自于很多民间的压力 当然民间的压力的声音会有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要上街去争取自由 另外一方面或许有一部分的声音是 他们是一般香港的居民 就是要上下班的 他觉得生活这段时间受了很多的一些困扰 对 他可能也会去挺林郑月娥 只是他的声音不大 是不是林郑月娥看到这一块 所以他觉得说他也应该继续做下去 所以他态度可以这么坚硬 他现在是好像是五个诉求都拒绝嘛 那就是决定要站在警察这一边嘛 可是他因为法律要执行就是要靠警察嘛 所以坦白说 接下来这个观察期啊 大家是要看啊 说你依法照办能做到什么程度啦 那如果说 比如像我们严老师讲的 他看到一些非洲的状况啊 当法律或者是用政治力量去镇压 都失控的时候 那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他总要经过一段 因为香港人真的相对比较守法啦 9月1号明天那个包围机场就是一个检验 是 因为强制令已经公布了 对 那照理想就是要逮捕嘛 那你是不是会去进行逮捕 其实今天下午到晚上延伸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个观察点 警方已经在上午的时候就已经举牌 这是没有经过申请的 即便你用宗教的一个方式 对 我一下田多哥 如果刚刚讲到 緊急法用的话是没回头路的 而且如果用下去的话 像您这样子的情治人员在香港 就是权力会被无限的上纲啊 什么事都可以做啊 还是要有依据的 我补充一下刚才这个林郑的处理啊 我记得 我记得那个89 1989那一年我被派到法国去 派到法国以后最让我兴奋的一件事情 是去看他们的防暴 震报 震报场面会让你兴奋 不是 因为那时候台湾刚刚开始解研 游行 台湾刚刚开始解研 那个状况跟他们的状况差不多嘛 到处都是游行 到处都是游行 到处这个所以我走之前我老板特别跟我讲 人家 观摩怎么处理 观摩怎么处理 结果我去的时候就碰到那个 法国学生的高中生的那个示威啊 120几万成连续10天了 结果那天刚好 最后已经到了最后剑拔弩张的地步了 我赶快跑去看他的所有震报部队 法国的震报警察有专门的震报部队 那人拽得很 穿新帽 往这边一塞就可以了 然后一个常总学穿在那边 根本就不在乎他们 他的车队指挥车 几号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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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排在那边 欧洲是不是很多国家 上街头是有些不能穿戴的 对 他们是规定你绝对不能蒙面 戴口罩 他立刻就把你抓走了 那中间他们就让他走 走到最后结果 这盘其实怎么解决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我在看林郑的时候 我就想到法国的最有名的总统 叫米特朗 米特朗 他已经快到爱丽丝公了 他把他的总统坐车拍出来到前面 把四个这个学生领袖 全部请上车 进去喝咖啡喝茶干什么 一盘谈完了出来宣布解散 不过他政策有让步 他政策有让步是 政策有让步是一回事情 可是他处理的方式真漂亮 但是 就像我这次在台北 我一些香港的朋友他们讲 他说要习近平出来讲一句话 我跟他讲习近平不可能在这种场合出来讲 那你说到像林郑有可能上去把他们请去喝咖啡下午茶吗 我觉得他在所有处理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看得出来他没有经验 第二个他们香港的朋友就跟我讲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财产在四大家族 你的高低的落差太大 那他们没有能够体会庶民的想法 跟真正的想法 这个落差 是他们自己没有调整的 林郑的同理心不够之外 他处理的方式的手段不够联合 不一样 因为上街的代表是谁啊 今天这个活动也不是民政办的 要请问你要邀请谁跟你谈啊 他还是可以 可以用谈的方式 接受哪些的条件 你要找谁啊 你 他至少这一次逮捕了九位是不同 都不一样啊 不同族群的当中的意见领袖 他要谈或喝下午茶也可以找这些意见领袖 对啊 意见领袖出来 我拉回一个跟台湾比较相关的话题 这是美国前 驻联合国大使Haley 他特别做了一个声明 他担心 如果北京真的对香港出兵的话 他认为 下一步 北京的动作就是武统台湾 那这位Haley大家也不陌生 之前川普的人马 请教三位来宾 你认为Haley这样的一个担忧 是有道理的吗 Yes or no 两位老师也说No 那Haley干嘛讲这番话 就是这位印度裔的这个本来是South Carolina的州长 那被川普看中 当了这个驻联合国大使 他是少数 跟 跟 辞掉他的职务 而不是跟川普 关系搞了非常坏的 对 比如说什么国防部长 还不错 很好的 推荐他去联合国 所以他们 然后他大概2024年 他们说他有可能会出来选总统 就是代表共和党 但是他的这个观察 我认为就是说 你还是没有搞清楚 台湾跟香港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状况 对不对 就是第一个香港有土地是跟大陆连结的 第二个香港现在就是事实上还是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台湾就是他是一国两制 但台湾是大陆提出一国两制 想要把台湾一个实质上是独立 那纳陆统一 那我觉得这个不太一样 除非我们今天就是说自己宣布我们法里独立 那才有可能 如果说他搞不清楚讲这样的话 那就算了 那问题是他搞得清楚还这样讲的话 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美国人就是美国这些政治人物 我想请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通常在台湾你上网去看CNN 大概会有两个版本 有美国版本跟国际版 国际版就很热闹 香港的问题很多 美国版看不到香港的 就是表示说这些议题 其实美国人没有这么关心 所以他可以对外讲 来提升他的国际上面的 外交上面的一些好像筹码 声量 声量 但是他也知道 美国人没有那么关心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就看这个 两种不同处理新闻的方式 我甚至看到这个美国版的这个新闻里头 上亚洲版 他这个亚洲部分 香港都还没有排在最前面 还是巴基斯坦啊 别的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 好像我们现在在台湾看CNN 觉得哇好热 CNN这些记者在报 对不起 他们在美国版本里头 并不是这样 好 那我再就他讲一段话 再最后请教老师 他说如果出兵的话 美国应该必须让大陆明白出兵要付出的巨大代价 对 美国怎么让大陆明白 我们回头就问你这个老问题吗 你当初乌克兰的情况 普丁出兵了吗 然后今天俄罗斯拿了一个克里米亚 美国到最后也坐在那儿 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然后现在川普还邀请说 让普丁回到G8来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说他们话是会很会讲 但是真正能够做什么 做的东西 做的东西不多 所以你要让别人明白 但别人不懂你的明白 我们休息片段回来聊其他话题 看到香港的混乱局面的时刻 美国方面没有闲着 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讨论过 他们的军舰想要去访问香港遭到拒绝 然后这个新的消息又申请 要去访问青岛再次被大陆拒绝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严老师 为什么美军这段时间 特别接二连三的想要访问大陆 而大陆为什么又接二连三的拒绝美军呢 我觉得美国就是这个刷存在感 就在亚洲这个地区一定要刷 因为他说在南海他强调 所谓的无害通货等等 所以他固定一定要走 因为他如果不走 他的盟邦 他的印太战略都会认为有问题 所以他必须要走 我觉得这个是他固定 那当然在这个时间点 你说要去香港要去青岛 那不仅是这个香港的问题 还有美中的贸易战还没有结束 所以大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 来配合你的一些作为 所以我不相信大陆在这个时候 会愿意配合 当然大陆方面不配合是 应该的 完全可以预料的 可以理解的 那我的问题是出发点是 那美军为什么明知道 他一定知道会被拒绝嘛 对 那他还要申请去香港 但是我是觉得他一定要刷这个存在感 让大部分的亚太地区知道 他在这个地区是很积极 有在做事 积极活动的 而且你看我友好 大陆拒绝我 是这个意思吗 OK 好 那就问一下田斗哥 因为你看日期 27号申请去访问青岛 结果被拒绝 马上28号 美国的军舰 就开进了永暑礁 跟美激礁的12海里之内 所以你之前要友好来访问青岛 我才跟你说 那你隔天就来这个南海 本来比较有争议的地方 开进12号里之内 你觉得这个是日期上面是安排好的 还是刚好就巧合吗 不用想太多 因为我觉得他的 他的亚太的 亚太的太平洋司令部 这些的行动 基本上他都是规划好的 那一步一步去调 而且一步一步的去做 你知道 你知道他 他光光过一个台海的中线 他为什么过中线 他光光有料差342万 他如果不过中线 他从外头走的话 他的时间差一个礼拜 那个路线 然后第三个又可以炫耀他 我觉得他在这一段时期 所有的动作是配合着 中美贸易谈判的施压 如果说日程时期都是早就安排好的 那我就觉得更莫名其妙了 因为你看8月28 他早就已经是要开军舰到 有暑郊跟美激郊的12号里之内 如果时间往前推一天 他又刚好友好访问在青岛 友好访问青岛 ING在进行当中 就发生南海这样的事 那不就很尴尬吗 他就是 他明明知道这段时间不太可能 他明明知道这段时间 他可以不公布呢 他可以不自己打脸呢 哪有把自己公布打脸 他就配合川普的很多动作 就是说我已经 我明明是安排好的 我申请了他拒绝 我要到香港他拒绝 我要到青岛他也拒绝 这是你 好 所以如果说当时大陆方面 答应美国军舰去访问青岛的话 反而会让美军吓一跳 措措不及 错 绝对不可能答应 绝对不可能答应 而且老美也知道他不可能答应 所以才去公布 至少香港人不会像台湾 在1996年的时候 会认为美国的军舰过来是撤侨 或者是撤侧帮忙 嗯 不過你看 你说美国是不是安排好的 我们给大家看个照片 这当时是美国军舰过台海的时候呢 这个新闻其实在上个礼拜 不过后来传出一张照片 就是美国的海上面的军官啊 不管是拿着望远镜啊 或者是对窗外来看也好 他们说 有解放军的海军就在周边 这是美国的两栖登陆舰 绿湾号 通过台湾海峡时候拍的照片 那这张照片呢 还是他们自己美军的脸书 对外公布的 嗯 就是我怕大家没看到 所以我公布这张照片 你看这张照片拍摄的角度 跟那画面跟 彩光 我个人觉得还 有点像是 电影的海报一般 就是拍得很好耶 因为里面是满暗的嘛 对不对 拍得满好的 所以深怕别人不知道 我以为你看 人家也讲了 人家也讲了 所以因为他们怕撞船 撞船 撞船自己军舰撞了 对对对 我因为 用望远镜这样看 表示开得很近 表示中国的军舰离他事实上不远 没有 如果是刻意安排拍照的话 这可能做个动作都有可能 我想真的是开过来了 那我也表示就是 中国军舰也表示说 我知道你在哪里了 事实上最近发生很多事耶 你刚刚列的那个表子 只是讲到空军的部分 还有开到南海 事实上那个 最近是开那个船屋登陆舰进来 进来那个台湾海峡嘛 这也是空前的 那最近还有一个科学的研究船 靠近基隆港 靠岸 那上次是到高雄港 那这次是到基隆港 对不对 所以这隐隐约约给人家感觉一种布局 我听到的story 我听到的story就是说 预期美中贸易战最可能 最乐观的结果是11月APEC 可能会有所转还 11月 11月嘛 那万一没有转还呢 那美国是不是要 改手打别的牌 那改手打别的牌 有人就会想到 是不是台湾牌 或者是军事牌 不台湾就是军事牌 事实上就是军事牌 他台湾打政治牌有什么用 到11月 当然就是 11月下旬或者12月 会不会出现台海的军事牌 甚至你刚刚讲南海的军事牌 反正都是军事的 那是不是引起这个道路跳脚 那时间你也是刚好 这所有 台湾的总统人选都确定 各个阵营都已经 11月就登记了嘛 最近完全确定 比例的时候 最后那两个月啊 嗯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贸易战不顺的话 那是不是有这一手了 所以你才会看到 最近有很多 美国军方啊 要么进台湾的部分 或者到南海的部分 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是在 撲梗吗 撲梗 所以 照这样你听到了这个story 这种说法的 以时间状态 时间去这样推演下来 老师 这也不是完全妄想的 这个是蛮合理的一个推断 我觉得美国就是 他一定要把他手上 有的工具都要来试一下嘛 他 譬如说之前我们看到 他一路打这个关税战的时候 忽然发现没效的时候 忽然开始打这个 我们讲 汇率 就是说认为大陆是这个 汇率操纵国 他这个是他老早 一直在手上 但一直好久都没有用 奥巴马实在用了 我自己也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前两年从来都不用 忽然现在又可以 同样的 他这个军事的也是一个 台湾牌也是可以放在手上用的 就是他 选择的工具很多 那到底要什么时候用 我觉得这是他们在做决策的人 最后的决定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 川普这个人的决策 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们很难预测他 什么时候会用什么牌 他忽然今天 听到一个东西 他觉得不错 他可能就忽然用 但是不一定当时是有效的 所以川普的决策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 不能有太多 很乐观的期待 不过至少啊 军事牌对美股的冲击比较小 这倒是实话 这倒是实话 不过老师 我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 这么多工具要用 但你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有这么多工具吗 这显然是怕人家不知道嘛 对嘛 所以美国 川普讲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说让大家都知道 我美国 说话算 就是说我东西最多 我的工具最多 我最有力量 但我不一定会用 因为他自己有的时候在外交上面 我们看 还走一个比较走孤立主义的路线 不走国际这个路线 但是他的工具是很多 所以你绝对不要惹毛我 我手上工具很多 有经济的 有军事的 外交政治的都有 工具多 但是上不上得了 真正的派上用场 有待观察 因为他当时对金正恩 最凶狠的那段时间 开了无级舰队过去 也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陆方面做的一些回应 8月底在浙江海事局 在东海进行的 实际使用武器的训练 28到9月3号 大连海事局 在黄海的北部 执行军事任务 对此呢 蔡总统也做了回应 各种军演 包括这次 我们都有全面的掌握 大家放心 那我们也希望 中国大陆作为区域的一份子 对于区域的和平稳定 要做贡献 不要做威胁者 或者是不安定的来源 请教一下天罗哥 这两场解放军的一些动作 你觉得是 对美军的动作的回应吗 还是对于台湾 基本上对美军 对美军 他没有把台湾放在眼里 因为台湾在做什么动作 没什么用 他主要的还是针对美军 就是说 而且除了美军之外 他在做自己的各种新武器的联合演训 包括海军 他的海军 他的海军这些年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在对于军方整个的改革 战区概念的调整 以及军人观念 军队的整顿 都已经到一个阶段 所以他开始对外演习 好 但不论如何 对于要选举的蔡总统来讲 这段时间我们知道 只要有军事动作 他只要一回应 拉高升倍 反应在民调上的数字 是蛮极客的 对 对于这点 没有请教下郭委员的 因为小英总统一路民调 就被台湾的媒体 不断地形容是 一路在减枪 天佑蔡英文 一路就运气很好 本来在我们年初的时候 我们的节目也常在谈 下半年 解放军的动作会减少 共机绕台的频率 应该会降低 因为也不想要 帮蔡英文继续助选 但现在看起来 对岸的军事演练也没有少 那对此呢 其实贵党的 这个党主席卓荣泰 他也有特别讲 像香港局势不能够 继续再乱下去 那这东西应该要减少 你觉得卓中泰讲的是 真心话吗 我当然是真心话 这样问会不会太敏感 香港乱货的是具有多 我已经重复说过了 香港对台湾也蛮重要的 我们金融机构 在香港有上兆的资产 而且港股一定连动到台股 我跟你保证 所以我是说 你从金融面的打击 从股市的打击 这个对台湾会好吗 对你的选情会好吗 这个说不通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四可而止 最好是港府跟 反对派能够好好的对话解决 我觉得基本立场还是这样 这个不要怀疑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图表当中 包括了B-52轰炸机这一次都有经过台海 所以天罗哥你觉得军事动作不减 国安单位有预料到下半年还是这样的状况吗 还是本来就像上半年评估的 应该下半年 不管是美军或者是共军的动作都会减少才对 下半年我认为在现在自从邱国阵去了以后 一家伙砍了76个人 国安单位已经没有什么评估能力了 砍76个 砍76个 我真的不知道他将来的特勤跟这些所牵涉到 如果在国安局牵涉到的 会是国际部门 那你把这些人一砍掉 我不知道他在评估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根据我的了解 现在国安局很多的事情 已经完全落在国安会在走 国安会要怎么走怎么走 国安会唯一的考量就是选举慎学的考量 而并没有说在这些事情 在这些事情上对他们来讲 都是拿来做选举的操作 这台湾的角度看事情 我们来回来去聊其他的话题 美中中美贸易战 这个话题呢 有两个很来路不明的电话 到底是什么电话 我们回来继续聊 上周末川普说 美方接到了两方来自于 两通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高层 说希望能够9月份 如期的重启贸易谈判 但对于这样的说法呢 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 是立刻说 什么 电话 没听说过这回事 所以这网路上一片盛传 川普你难道接到的是诈骗电话吗 还是你接到了鬼来电呢 怎么会 真相终于很简单就一个嘛 而且总统要接电话 这应该有些过程 等下请到天多哥 但是后来 这个礼拜的新发展就是 美国的财政部长 点名了 把人讲出来了 说打电话的就是副总理刘鹤 所以老师 其实真相是只有一个的嘛 你认为怎么样去解读他们的话 是比较合理的真相 川普常常爱说故事 所以我对他所讲的东西 是不太信任 他常常被拆穿嘛 比如说在这个G7的时候 他就说 大家都觉得说 马克宏邀请伊朗的外长参加 这个应该会让川普很难怪 他说没有没有 我事先知道 马克宏马上打你 所以我没有告诉你 连每个月都不知道 对对对 所以你要听川普 因为川普很喜欢自己编故事 然后这边这个图表里头 我觉得川普真的是对大陆不了解 副总理成绩那么低 副总理在大陆 就是说不是政治局常委 你就根本不是那个前7号 大陆跟美国不一样 大陆其实是很内在监控的 所以你看他的各个首都的 这个党的书记加上这些边疆的这些制止 都在政治局里头 可是大陆的这个像譬如说 外交部长 商务部长 在美国来讲还蛮重要的 在大陆连政治局都进不去 你看大陆 美国的国务卿是第三号人物 大陆的外交部长大概28号 30号人物 这完全不同 所以他讲一个副总理级别那么低 他真的没有搞清楚大陆 所以我认为今天财长也是帮他再圆谎 因为川普常常讲话 他的幕僚就讲错话 他幕僚就要开始帮他圆谎 会不会说是刘鹤本来就有一个例行性 一个电话的一个往来 但是川普就把他解读成是对方的高层 想要跟我们做和谈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一方面 他自己会 我觉得他有常常会自己编故事的这个情形 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个能力 所以川普比较不太一样 他不需要托梦 他为自己有梦的故事内容 来 请他听诺哥 您跟在以前老蒋总统身边 总统都怎么接电话 总统电话一定搞清楚是谁 为什么 哪些人 像我们来讲 我在那位的时候负责 就是说 基本上我是有个名单 哪些人的车子是可以直接进去的 可是并不代表你可以不经过检查 或者是要求 那同样的哪些人的理是可以收的 可是我收理了以后 收了理以后 不代表我可以不请示 就往里面送 我还是要经过请示 那这个用这样的规矩 一套的方程来讲 就是说 回应再接电话 谁 哪些人的电话 是可以打给总统 那打给总统 有经过总统的程序 要经过谁确认 确认完了以后 通知示威官 所以不管有接或没接 总统都知道有这通电话 不见得 不见得 有些是根本不够格的 他打来的时候 他在办公室主任阶层就给你退掉了 有些是跟总统 他办公室主任不见得晓得 这个人跟总统的关系 所以要去问到世卫 世卫的某某人 他是专门负责这方面 这个人是可以 OK 就像我第一次见到那个蒋肖 蒋伟国的儿子 他绷一跑来 就在我们几位旁边的墙边坐下 结果马上通报我 我说慢点不要动 我去 我说小弟 你是什么 他说我爸叫我来这 我说可不可以请问你爸 他说叫我 好那你等一下 等你父亲来的 你再一道进去 就像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 你还是要有一层 所以他根本不是穿 刘鹤有天大的胆子 他敢给川普直接打电话 他可能是准备跟这个财政部长通话 然后把他贴在川普的脸上当金来度 OK所以联赫他通话对象可能是 顶罗斯成道道 贸易官员 而这样的对话可能是他们本来都 之前建立的沟通管道例行性的 对 就被川普讲说他们来两个电话 要来和谈 对 好大家清楚大概就这么回事了 那贸易战什么时候解呢 我把图表给大家看 823到829这段时间的发展 确实双方都加征关税了 本来川普比较担忧的是 加了大陆的这些商品之后 他最care的就是感恩节 或者是圣诞节的shopping season 那对美国人来讲 这个可能非常难以承受 那对于大陆方面能不能够承受呢 我们点出一个是前香港的 中文大学的校长 他特别说 其实对于美国出口的 所有的产品加总的话 占大陆经济成长率的贡献度 是3.4个百分点 如果贸易战打到最坏的状况 大陆可能GDP会下跌 下跌2.4个百分点 他认为这样是可以承受的 反而是近期的美国 面对到了消费季节的时候呢 川普是比较难以承受的 委员你怎么看这事 不应该 你也不能说中国可以承受 是什么意思 这政治上中国可以承受 那两国经济 事实上都会有一定的伤害 这位校长他认为说 就劉尊英 他就经济层面来讲的话 拉长时间到10年期 他扩大内需 是可以补掉一些 这样的一个下跌的 事实上最近 中国国务院也公布了20条 要提振内需消费 他当然也看到这个问题了 就说他可能要鼓励 比如说那个 本来买车有一些限制 那当然要放欢限制 那或者是要鼓励发展社区 跟电子商务 等等 反正有20条要发展 那个内需市场的部分 这个中国当然有很大的空间 可是这里面就说 你美国的那个关税那个订单 失去是立即发生的 所以你这个时间要补 这还是有时间落差 那那个落差就是 就会有一定的冲击吧 比如说 有一些出口的企业可能会倒闭 那倒闭那些人要立刻找工作 总是会有一段经济的摩擦期 可是你拉中期来看 长期来看当然不是问题 所以他讲的应该是说 就中期长期来看问题不大 这我也同意啦 可是短期你还是会有一些人失业 也觉得在美国方面 他们也自己短期面临到那些压力 美国主要是因为选举了 包括稀土也是 如果是急迫性的话 现在并没有发生啊 还没发生 你现在讲的是关税 我们现在只讲那个进出口的部分 还没有讲到科技战 因为科技战 中国大陆要出什么招 事实上现在还没出现 不可靠私笔 资历现在也没公布啊 对不对 那稀土要不要动用 也还不知道啊 我们这 其实在网路上 或是在舆论界 很多不同的观点 到底北京要谈的对象 是跟川普谈吗 因为 刚刚我也提到选举 选举过后之后 还会是川普吗 我跟你讲 川普最近还讲了一段话 嗯 他最近突然之间又说 我加的中国的官司 也可以全部取消啊 然后人家就说 你是在干嘛 然后他说 干嘛就拉股票啊 他说反复就是我的本质啊 对 他公开这样讲 他觉得他说都有效 他说这个就是我的谈判手法 他说都有效 我记得好像在G7的时候讲这段话 我昨天 昨天回来 前天在上海看到一个特殊现象 Costco开张 四万亩地 一天所有东西卖光了 LFV的包包十几个限量定的全光了 都卖光了 艾马斯也 都卖光了 他一个Costco他已经规划六年了 他四年以后要成立第二个 所以在那里面他们就讲了 其实中美之间的贸易 美国对大陆的投资 在上半年增加了一个亿多 不是像他讲的 川普真的是睁眼说瞎话 川普是睁眼说瞎话吗 我给大家列了一些 川普身边的人 怎么看川普 有川普集团的前建筑师说 那个女性 对 川普当了总统 就我观察 他的谈判模式都没有变 他的谈判能力就是 吼人 威胁 毫无幽默感 也没有敏感度 只会一直逼迫逼迫逼迫 那帮忙川普写自传的这个作者 他认为川普他对于双赢 Win-Win situation 是完全没有兴趣的 他只想着我赢 这世界上很多想要跟他合作的人 一个时期 一个合作的对象 川普不懂得去交换 当对方不愿意支持的时候 会有不同看法 川普就认为 我被冒犯了 我会生气 所以就川普的个性 我给大家再看一个 《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解读说 贸易战 为什么会 很多舆论会认为说 北京方面 接下来想要谈的 不一定是川普 因为现在大陆 似乎有越来越多人认为 川普不是一个值得信赖 去谈的对手 而且有充分力 有跟他耗下去 中国目前看起来 是有本钱的 那接下来呢 大陆方面会亮出更多的武器 打贸易战 表面上看起来 他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畅 会让他受伤更严重 但基本上他能够撑得下去 目前看起来也没有崩盘的趋势 所以老师你看 其实北京心里面讲 选举过后不一定是跟川普团 拖下去反而是好 因为现在 在美国这个政界所常常提到的 就是说川普讲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说让美国再度伟大 好像我们过去在台湾 也常常提到说 美国人最在乎的是 美国的利益 不是台湾的利益 那大家都认为说 川普根本不在乎美国利益 他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那这种认知 慢慢在美国出现以后 就发现他所谓的爱国 不是爱美国 他是爱他自己嘛 你看他居然在G7 会讲出这么奇怪的话 就是说明年的G7 到佛罗里达我的庄园来举行 怪怪的 这个自肥的状况 他一点都不觉得很奇怪 然后你看他的司法部长 竟然在华府办party 要在川普的这个tower来办 川普的这个 那他也觉得说 这时候可能我讨好川普的一个方式 包括他的儿子 在别的地方举办活动 也用川普的 就是大家都不认为 然后川普还认为说 诶 宪法里头说那种自肥的这个状况 他说你们有听过这个英文字吗 Emmonument 他说没有听过吧 他说有这个怪字 他说不要理他 所以说他做总统 不是在为了美国利益 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我知道在美国 所以我相信大陆大概也看透了 就是我跟他谈 没有什么意义 虽然跟他谈可能还容易一点 未来如果是民主党上台更麻烦 但是至少有这个预测 可预测性比较好吗 我据了解有一派说法是 在美国的国务院 或者是美国的官僚体系当中的事务官 他们是美国最主要的精英分子的集合 其实心里头是很看不起川普的 我觉得说都是非常辛苦 就是一下他讲错一句话 他们要开始要怎么帮他圆回来 所以是很辛苦 他最近有一个最年轻的秘书 跟他最久的离开了 也是因为他好像对川普的家庭成员 有一点维持 本来这个场合我们就说 就是说记者说不要引用的 就是大概不要被谁引用了 那他就被fire了 所以我觉得川普就是很照顾自己的家庭 他们常常讲说 他家庭两个儿子也不怎么样 然后一个女儿呢 每天在这边外面光鲜亮丽 自以为自己是公主 另外一个呢 就好像觉得是被忽视的一个 没有什么正常的人在他家里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 慢慢美国人 我自己感觉上是有一点觉醒 就是说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 交在他的手中 被他完成这个样子 在国际之间没什么公信力 到了G7 被人家边缘化 然后说他不去参加那个 他们的讨论气候变迁的 他因为我跟梅克尔单独有谈 你要说对不起 梅克尔在那个气候变迁的现场 很糗耶 对 他讲什么都被人家拆穿了 都被拆穿 就是他这个人也很奇怪 你要编谎也编得高明一点 他非常不高明 我们等一下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G7当时很多气氛的微妙 马上回来 但你看G7拍的这张照片 真的说明了这氛围多么的巧妙 是否各怀鬼胎呢 来 法国马克宏笑得开心 他把伊朗的外长找来了 纯心要给川普难堪吗 看起来川普的脸果然是臭臭的 来 德国总理梅克尔 其实德国这段时间 他的经济陷入一个大衰退 他心里面很多担忧的事情 那再来看 当然不要讲了 英国现在脱欧还正在麻烦上面 意大利呢 在想说 跟你们G7开会 但是我还是要跟 大陆方面一带一路要合作 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是多么希望这个时间 能够把川普拉在一块 好一起对抗南韩 所以各自每个领袖 除了加拿大总理 常很帅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之外 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个领袖都有自己担忧的事情 所以老师 以前G7的功能 在这一次的G7当中 有任何实责的作为吗 您怎么观察这场峰会 我觉得就是说 过去我们知道G7 它至少要对国际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对 比如说对气候变迁的议题 对这种女性权益 比如在开发中国家 在中东地区 在非洲不平等 或者对小孩的 或对教育的 那这次都在马克宏的这个 我们讲agenda里头 是有这一些 关心这些 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这个图 我们应该还看另外的图 就是说他们G7还邀了很多的人 包括非洲的一些领导人 中东的都有去参加 就是等于是说马克宏 这个过去这个十几年来 大概G7不只是他们七个人的 七个国家 或者八个国家的一个平台 也让开发中国家来表达 当然还不够足 不足够 所以我们后来才会 才会有其他的大国 弄出一个G20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你是应该有一个 领头羊制定规则的 可是因为川普不玩国际规则 那所以就变成 比如说我们讲气候变迁的 美国就不愿意跟着他走 那这个就是很麻烦 那过去至少这些国家 在对国际贸易 自由贸易都有一个规范 那他们设定了一些东西 然后出现了 我们讲说打嗝好了 或者是说有些不顺畅的时候 他们会提出一些解决的方式 那这个是G7 从过去财长会议到这个高峰会 一直在要解决的问题 那现在就是去年我们知道 当川普在加拿大 一身体离开的时候 也没有一个共同声明了 那这个就变成是 好像川普能够出席不闹事 就已经是 就已经是不错了 那可是这样子 反而是给了马克宏更好的解释 舞台 为什么 因为本来过去都有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的意思是 你幕僚全部要作业嘛 那全部要作业 没有共同声明 那马克宏可以有自己编故事 他来解释 这次我们的重点是什么 就不一样 所以过往的G7 应该发挥的 这组织的功能 峰会有个共识 基本上在这一两届 是看不到的 比较沦于这七国的领袖 做一个年度的大拜拜 行事比较多一点 不过这次呢 在会后还是有一个声明了 他们特别讲说要支持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 所陈述的香港自治 呼吁要避免暴力 那这个1984年的联合声明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图表 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对于这一部分呢 大陆外交部是特别回响 这样的声明根本叫做 居心叵测多管鞋 是图谋不轨 所以显然看起来 大陆方面一打七也没再怕 田多哥你怎么看 其实从1975年 这个G7成立以来 最主要的是以经济为主 那时候是10个危机 大家怎么解决这些经济问题 所以在这一次的里面看到 我特别看到那个Le Monde 去批评这个Macon 他有两点 他做足了面子给川普 希望他不要闹场 做足了面子给Johnson 英国的首相 希望他不要再出问题 但是呢 他在事前的时候 8月18号 他就把普丁请到了南方 两个人会面 然后 其实这一次 大家都希望俄罗斯能够回去 但是俄罗斯不会回去 第二个 8月28号的时候 他把伊朗的外长请来 请来的时候 也没给川普他们知道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伊朗的外长跟他们一谈完以后 当天直接飞机飞北京呢 去报告所有的事情 所以这里面 他们就讲了 好 那去年的时候发生了 到最后有一个联合声明 其实联合声明 就经济的议题上是非常多的 结果弄到最后 川普 一个不爽 全都不鲜 但是麦康这次做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 除了第一件事情 谈到了这个 这个贸易问题以外 其他三件事情 三件事情是外交 一件事情是中英 中英的问题我等一下再讲 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呼吁伊朗不要打仗 第二个乌克兰的稳定 是希望以诺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里面特别谈到了利比亚问题 其实利比亚问题 当然就是法国配合美国去轰炸的 炸完了以后 没有做后续的处理 而造成所有的难民问题 难民的问题 来到了欧洲 引起欧洲极右派的这个 今天世界整个的乱象乱在这里 但是在中英联合声明一点 里面有一件事情是要特别讲的 他用法文讲的 就是说 确认1984中英所签的这个声明 里面极其重要性 呼吁避免使用暴力 那所以整个看起来 我们观察到的整个就是说 是从川普的单边主义 到现在变成区域政治 地缘政治 冷战结束 地缘政治又在开始 因为俄罗斯的问题牵涉到 苏联的出海口 北韩的问题牵涉到 海森威的出海口 地缘政治再度起来的时候 后面的状况在演变中 所以马克宏把伊朗的外长请来 在事先没有告知川普的情况之下 在天罗哥的解读反而是认为 这是签一个线 让川普跟伊朗 能够有勾上线的机会 他们希望这样子 避免到真正打起来 但是伊朗 苏联支持他 苏联的唯一的出海口在那边 中国支持他 中国到现在每天多少邮轮过 你美国敢管吗 你叫他谁去赫姆茲海峡送死啊 英国弄完了以后 他立刻就给你回应了 他一点都不在乎 整个的从冷战结束 地缘政治又再度兴起 才是观察的终结 好 这次G7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刚好在南美洲 发生了阿玛州的森林大火 在雨林区的大火呢 G7有做个决议 要提供2000万欧元 台币大概是7亿元 出动消防飞机去帮忙灭火 当然能够国际上有援助 相信这个受灾国家 应该是非常乐见的 但是巴西的总统他说 我不要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你们这些先进国家 尤其是像法国 把我们当殖民地一般的来看待 所以我们不要你的金援 怎么委员会把这个国际金援会扯到 这样的一个政治上面的话题呢 哼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长期就是 但是跟欧洲的互动并不是很好啦 这个 然后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提出这个议题嘛 那 实际上巴西他也认为他大概自己可以处理啦 不过这个议题是 后来还是惹出另外一个议题更大啦 就是美国把他扯到说这跟中美贸易战有关嘛 嗯 因为巴西出口大豆爆增嘛 嗯 那就有很多再生森林 有人就说是 把再生森林给他砍伐掉 我给大家补充一个画面看一下 这个图表让大家稍微更加理解 为什么美国可以做这样一个牵扯 你看 本来大陆进口的7100万吨的巴西大豆 这是增加的量 这等于是2014年从全球进口大豆的总数量 嗯 那你把它衍生过来看 我特别要看的这一点 自从 美国 那个大豆 大陆方面没有做采购之后呢 转而向巴西来购买 那这时间点这一年多发生什么事情 巴西的森林大火一年增加了84% 我跟巴西买大豆 结果巴西突然发生了这么多的火灾 增加84% 所以让人家打个问号说 这是不是巴西的政府想要去把这些 原始的雨林区把它做一个砍伐 做一个生产大豆的用地 所以引发了一个火灾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间接的联想 所以这个空间问题大 这个我们补充一下历史背景 就是那些先进国家啦 就一直说巴西那个雨林是地球的肺帐 对 所以就希望你能够限量开发嘛 那巴西占那么大一个面积它都不能动 它怎么可能接受 它自己也要开发啊 所以这里面就说你如果不准我开发 那你多少也要提出另外的计划 有利于我巴西来发展嘛 可是比如说他刚刚我说 为什么对G7它会反弹 因为G7就始终提不出方案嘛 那G7你不要开发 你不要开发 你要为全地球着想 对 那事实上 别的国家在耗人尤其是美国 那比巴西严重多啦 你怎么不去怪他呢 他连那个温室消炎那个 那个气候条约他都不愿意加入 所以我的意思说这里面就 就是历史上很长的揪谷 那比如说他现在得到大豆订单 他认为这个是好机会啊 而且人家又扯扯扯 又扯到说那这个圣灵大火大概就跟这个 对他就可以顺势一样就把这个火 然后维州现在都是大陆害的 中国大陆害的 我古兴认为 为什么马克风在里面投出 对马巴西马尔 因为法国境内 有非常多的环保 这些团体势力非常大 好的